海股投资人请注意 2024下半年最重要的三件事 请您一定要比别人早知道 第一 2024下半年股市最危险的时间点 竟然落在这个月份 请您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 第二 美国降息预期的时程越来越近 一旦确定降息 究竟会对全球市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第三 11月是否美国总统大选 拜登川普两大巨头的政治角力 是否会对台湾AI产业造成冲击性的威胁 上半年的台股全力冲刺 指数不断创新高 亮哥更是全市场第一位大胆预告 台股会上23000点的王牌分析师 同时带领着头子朋友 掌握最前线的潜力股 2327国具251到818涨幅225% 2467制胜72.5到222.5涨幅206% 5443君豪34.5到95涨幅175% 下半年在AI手机与AIBC需求爆发下 择优布局领先开跑 有未来前景 优质被上涨动能的爆发亮点股 才会是您宏远的目标 2024年王映亮老师首场线上演讲会 闪亮登场 全速前景 掌握下半年爆发亮点股 7月27号星期六下午2点 立即加赖报名小老鼠VIP588 或拨打报名专线0225426555 让2024年成为您的财富巅峰元年 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股市印钞机 那放了两天假回来 该躲的还是躲不过 对不对 因为这个期间美国科技股出现拉回来 那台北股市呢 今天也顺势跟着拉回 那我不知道各位你怎么看 就我的观点来讲的话 其实今天这个盘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不悲观 为什么 我们先看跌停加速 今天上市的跌停加速 大概是5加 上跪大概是4加 然后涨停加速 大概是11加 所以你看下一加一加 好像涨停的还比跌停的多 如果这是一个超级恐慌盘 跟所谓的这个盘 后面都没有希望的情况之下 今天跌停加速不可能只有11加 反而今天有一些个股 在下压过程里面 我看到很多的资金 在开始逢低承接 那这个接的时间点对不对 会不会是最漂亮的时间点 我不敢跟各位讲 但是我敢跟各位讲 拉长一个月后来看 这个附近应该就是第三季绝佳的一个逢低买点 下个礼拜或许还有些低点可以注意 所以下个礼拜的点位 大家特别注意 错过的话第三季绝佳的买点可能就再也不见了 所以面对这个拉回的盘 我个人认为不要过度悲观 因为今天市场已经给你个答案了 跌停加速并没有那么多 所以不要自己吓自己 这个地方下个礼拜 绝对有机会会开始出现像样的一个反攻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昨天台积电跟辉达的股价表现就可以知道了 辉达昨天下引线大概拉出了5个百分点 台积电ADR也拉出快5个百分点 所以现阶段来讲的话 再搭配上美国所公布的GDP 它是优于市场预期的 所以今天晚上美股预计 因为已经连连续跌好几天 预计在整个科技股的部分 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反攻 所以有利于下个礼拜的行情走势 那你说这波科技股在跌什么 其实放假期间 我一直在找相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最后我得出一个比较 贴近的一个答案 注意一下日元的走势 最近日元走势是不是进行了强升 往下是升值 短短两个礼拜 升值幅度超过5% 这个对于先前 很多的投资机构 或者是很多投资人去借日元来操作美股的这些资金 会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它预期接下来日本央行下个礼拜会宣布升息 所以日元先升值 升息的情况之下日元会强升 因为美国跟日本之间的利差就缩短了 所以它会初步造成整个之前借日元去操作美国科技股的这些卖压出来 因为有些要先获利一趟 为什么 避免 避免货币上换位的损失吗 所以他们先卖了 那现在问题来了 卖完之后呢 还有没有再继续往下卖的一个理由 那你就要看什么 日元会不会继续强升吗 对不对 那我跟各位讲 日元 有可能会往140去做一个行径 但是呢 它不会一下子下来 甚至有人会说会到120几 我觉得今年来讲是不太可能的 虽然美国会降息 日元会升息 但是我跟各位讲 美国降息 你觉得今年会降多少 了不起到4.5% 日元你会升 你觉得会升到多少 应该是不会超过1% 所以中间还是有利差 所以换句话说 简单来讲 你日币短线波动幅度过大 会造成卖美国科技股的压力 那它趋缓之后呢 因为中间还是有利差嘛 对不对 只是说之前借160以上的 发现不对先卖嘛 但是后面你会发现 还是有利差在 所以它还是会借 还是会借日元来买科技股 所以到时候科技股的卖压 就不会那么重 而这样子一个关键 时刻呢 应该在下个礼拜 因为下个礼拜 美国联准会 也会做什么 做一些宣布嘛 那日本央行也会做宣布 所以下个礼拜 在整个会市稳定的情况之下 它是有利于台北股市去做个反攻 所以这段期间 我个人认为 大家不要过度的恐慌 在呢科技股的一个 目前有一种说法说 是跟2000年的网络泡沫 很像 但是我个人认为完全不像 为什么完全不像 因为现阶段来讲 这些AI科技股 你看它没有财报 有没有获利是有的 2000年是不一样 2000年根本没有什么获利 那个是虚的 现在是实的 那你说啊 为什么这个Google股价还会跌 原因很简单 因为Google的财报 你看营收是增长 EPS也是增长 唯独广告收入稍微弱了一点 不如市场运气 所以它股价被压下来 为什么 因为前面涨太多 所以你现在很多科技股的位阶 很多投资机构 是用非常高的标准 它不是用60分 它是用90分来看 你一定要90分才几个 你低于90分都不几个 所以造成它的一个股价表现 财报公布之后 明明是不错的 但是因为广告收入减少 所以大家担心 是不是AI投资回收不了 对不对 所以股价压下来 那我跟各位讲 这种情况跟4月份那个时候一样 4月份当时 这些四大云端服务商公布财报之后 有些大涨 有些反而大跌 但是你回过头来看 你等到 灰达公布财报之后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所有的这些四大云端服务商财报都不重要 灰达财报最重要 灰达财报好的吓死人 这一次呢 应该也是这样子 8月28号你就知道了 还是会非常好 为什么 因为四大云端服务商 我们看它不是财报本身 他们自己股价怎么样 而是看他们有没有持续的去扩大AI投资 有的话 我跟你讲 灰达会好 台积电会好 所以台积电我个人认为 反而你要利用这种拉回过程里面 去注意它的关键买点 对不对 今天很多人看台积电话 涨好多 不敢买 不敢买 一直想说 等它跌下来我再来买 等它跌下来我再来买 各位 现在就是跌下来的时刻了 有想法的要去做 台积电我跟你讲 死不了了 懂我意思吗 今天大盘 一开盘跌的快1000点 台积电连季线摸都没摸到 台积电ATR已经拉出下影线了 所以最坏的情况 我敢跟各位讲 就在这个地方 你说要去测这个缺口 几率大不大 或许有 但是我个人认为 不重要 懂我意思吗 因为这边顶多就是885 附近 真的一碰到 可怕就上来了 最有可能情况就是 到季线附近开始往上转折 所以下个礼拜我觉得它一定要转折 因为目前整个技术面的修正 你自己注意看 这个是一个缺口 往下的 这是第二个缺口往下的 今天出现的第三个缺口往下 但是呢 你看K棒看起来有没有注意到 它还是收红K 最后收多少 924 对不对 924差不多就是把这个前面这个缺口完全封闭了 所以今天再怎么糟糕的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 它就是守在这个缺口附近 而我讲的这个缺口 是有强力支撑的 所以如果下个礼拜你回来看看美股今天晚上是反弹 那台积电下个礼拜它一定要开始往上弹吧 所以第一个阶段 它先看这个缺口补掉 补掉之后挑战第二个缺口 再来回购到正轨 那你说未来有没有机会 我跟你讲绝对有机会 做台积电 我跟你讲要点耐性 你不要用短线的角度去看台积电 我跟你讲 你会没有耐心 台积电要看长一点 懂我意思吗 这个地方的台积电 925到940会是第三季最佳的机会点 我不敢跟你保证说最低点 但是你把时间拉远你来看 这个地方会是相对不错的进场点 为什么原因很简单 长线来看的话 台积电有很多的利多 短期来看的话 各位你注意哦 中国客户现在是加码下集单 为什么 因为10月份 美国可能有新的政策要出来 现在有一些金片 大陆还可以买得到的 未来可能都没办法买 所以如果你是大陆的客户怎么办 你赶快好不好 你现在能做到我都要 你其他长线先停一下没关系 先做我的东西 我加价给你可不可以 额外负40% 对不对 所以如果额外负40%的情况之下 以第二季的整体的中国客户营收贡献来看是16% 那这个会贡献多少营收 对不对 所以台积电的营收第三季 我跟各位讲会创历史新高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拉回不就是最佳机会吗 你现在跌的过程里面不敢买 我跟你讲涨的时候你更不敢买 涨的时候你只会讲一句话 啊台积电跌下我再来买 那台积电就是涨上去了 对不对 所以今年年底前最好的时间点 我跟各位讲 就是利用这波大盘在回挡过程里面 好好的去做一个加码动作 我很久没有这种感觉 什么感觉 就是大盘 可以叠这样子 可以叠成这个样子 4月份1500多点 我都还没有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我个人认为 大概快两年没有这种 这种就是说崩跌这种情况发生 通常这种暴跌过后 后面再爆发的力道 会非常非常的强劲 我这一次开演讲会的时候呢 原本有些个股 我从下半年要把它点出来 我认为 有一些幅度大概是五成到八成空间 但是因为这一次跌 因为很多股票跌了三成五成 所以我反而认为有一些个股 接下来机会呢 它可能会出现一倍以上的空间 所以下半年我跟各位讲 不要放弃 这里绝对还有机会 这一次线上演讲会 原本是7月27号 下午2点要正式播出 但是碍于 这个中南部目前呢 台风的关系 很多地方出现水患 包括我们整个节目制作组 有人也是南部人 我刚才讲说 他们家淹水 比较年迈的 长辈在家里面没办法处理 我干脆跟我们团队讲说 算了 我们延后一个礼拜 对不对 让他回去先把家里处理好 甚至有一些南部的这些投资人 你们家里面先处理好 再看我的演讲会 我觉得这样也可以 所以原本7月27号 的时间 我正式跟公司要求 延缓一个礼拜 8月3号再推出 这个里面 我会讲到很多总体经济面的东西 包括川普当选 以及贺锦丁当选 到底对台湾有什么影响 然后呢 下半年 我个人认为下半年 最危险的时间点 会在哪里 不是现在 现在这个要正常的涨多的回档 而且这边已经测到季线了 懂我意思吗 这里不是最危险的 这里是回 大多头里面 中继的稍微回档 这边还有机会再往上 后面有一段 会比较可怕一点 是什么地方 到时候来跟各位讲 好不好 所以下半年有一些个股 什么可以持续注意 在这个里面 我都会很清楚的告诉大家 今天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在line里面先登记 好不好 因为到时候播出去的时候 我们要贴连结给大家 我们才找得到人 懂我意思吗 因为现在这影片 是锁住的状态 不会对外 懂我意思吗 你要先拿到 这个登记的顺序 然后时间到 我们会通知大家 现在先让演讲会开始了 你就可以进来免费收看 这个都免费收看 对不对 因为你去参加了一些演讲会 我们投顾来讲都不会收费 线上演讲会也是一样 不会收费 你先看 好不好 先看一下我们里面的内容 所以利用这一波大盘的回档 你要去找 新的机会在哪里 而我所定的这些股票 我敢跟各位讲 到年底前 有一些个股要一倍 不是问题 甚至有一些 有机会出现两倍的空间 好好把握住这些股票 你就是要利用这种大盘 大家不敢买股票的时候 积极进场 下个礼拜的行情 我觉得很快就会开始进入 所谓的反攻 一开始一定是大型股 所以你看到台积电 红海广达联发科都有机会会谈 但这一波谈的幅度是多少 这你要先掌握到 然后呢 这个稳定之后呢 他们一定先谈嘛 谈完之后他不会再继续攻 他会稳定住 稳定住不要大跌就好了 不要大跌的时候呢 看什么 看中小型个股 其实今天很多中小型个股 就有这种现象 就有些资金在做承接了 他在 他在计划什么 计划下个礼拜的反攻 你现在主力大会先收一些筹码嘛 下个礼拜比较好拉 拉完之后呢 一堆人会跟着参与到 拉起来之后 他才有机会再高档出掉嘛 对不对 所以大型股稳定了 中小型个股会动 然后很多主力股 又开始重新表现 那这几个交易日离场的资金 在下个礼拜 大型股稳定的情况之下 全部都会 回过头来做买超 所以下个礼拜 我觉得这行情不用过度悲观 因为你从昨天的 回答台积电ADR 都已经看到了下影线了 所以如果今天晚上 美国股市是 稳住的情况 那下个礼拜要不要谈 一定会谈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这个机会点 AI发展的应 发展 我跟各位讲 现在今年才开始而已 未来会有更多应用的机会 对不对 你看一下 台积电为什么要积极的扩产 台积电现在 德国厂 现在传出来几个几个礼拜 一定会开始动工 台积电现在工厂盖一座赚一座 因为需求很旺 所以台积电长线绝对没有问题 日月光投控 今天公布的财报 3.12元 然后跟你讲 扩大资本支出 其实都很好 但为什么股价跌停板 关键在这个地方 上半年大家都说 很好很好很好 结果他赚3.12 去年7.39 连去年一半都不到 所以今天股价是有点 利空反应 但他透露出来另外讯号是什么 资本支出会提高一倍 所以跟封测 跟检测有关的设备概念股 我跟各位讲 接下来会赚更多钱 因为现在不是台积电在买设备 日月光要再多出一倍的钱 去买设备 那你觉得设备股接下来会怎么样 所以今天很多设备概念股 你看像军豪 其实表现也都不弱 对不对 3.131的红硕 这个盘中还一度 来到1700块 波段历史新高 今天这盘一度跌了快1000点的情况之下 这种股票还在创高 均华有跌吗 也没跌 所以整个设备概念股 一定都还有机会 那这个里面要注意什么 我讲了在这一次的演讲会内容 我会提到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现在我延后一个礼拜 8月3号 会做线上演讲会 这个都免费的 你现在要做是怎么样 就是要先拿到 所谓的登记的顺序 我们到时候要发讯息给大家 才找到人 你才有连结 所以在8月3号之前 通通都可以做报名的动作 你如果在网路上 你过几天才看我这个节目的话 你看到这一段 你想要参加线上演讲会的 一样好不好 直接在里面登记 或者打电话到公司问一下 这个顺序怎么做登记 登记就好了 全程这过程里面 演讲会的内容 是免费给大家的 希望你好好把握住 现在时间改到8月3号 好不好 下半年还有很多机会 你听完你就会有信心了 懂我意思吗 不用去担心 现在科技股 是不是跟当时网路泡沫一样 我跟你讲完全不一样 这一次是有基本面的 连凯基都讲了 这不是我讲的 凯基说未来 五年内75%的企业 将引进AI技术 现在连桌球国手 他在训练的时候 发球机都可以做AI应用 以前的发球机就是固定的线路 就是固定的频率这样去发 现在不一样 像可以曲球 可以直球 可以快速球 还可以变化球 那个发 那个发球机都已经导入AI了 所以很多东西都会导入到AI 所以AI的应用 我跟各位讲 没有那么差 好不好 没有那么差 然后你看一下 今天OpenAI也跟你讲了 他要推出新的搜寻引擎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 他代表意义是什么 第一个他会跟Google竞争 所以Google股价有点跌 有点压力 Google股价跌另外原因来自于这里 再来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AI私人秘书的雏形 已经看到了 他跟一般的搜寻 软体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他更聪明 假设你要去哪里玩 假设你要出国到冲绳 你是不知道自己要安排机票 然后饭店怎么样 对不对 然后景点要自己安排 这工作我们家都我在负责 所以每次出去玩 最累就是我 国内我要开车 对不对 国外我还要排一堆行程 有的没的 最忙的就是我 那未来来讲很简单 未来来讲的话 你就是跟 这个 ChairGT的搜寻引擎讲就好了 行程帮你排好 机票帮你排好 未来甚至还可以直接连到 飞机 这个航空公司的官网 放电的官网 直接就定下去了 只要你说OK 执行 他就马上执行了 所以未来这东西很方便 有这东西之后呢 我觉得未来 我们生活里面 最大的应用是AI私人秘书 就是你的手机 会帮你做很多事情 订餐厅 订机票 订车票 行程规划 等等之类的 你要打给谁 然后这个 有一些东西的摘要 你跟他讲 他全部帮你节路好 也省了很多工作上的麻烦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未来应用的话 我觉得 会有很大的商机 所以整体上来讲 整个AI 发展 刚刚开始而已 大家不用过度担心 8月份 还有自动化的设备展 还有挥达的财报公布 这个都是未来的一个利多 所以对于现在 我们手上有些个股 我的操作策略很简单 这一波下来 我们有没有股票套住 绝对有 但我讲了 我没有放弃 因为这难免的嘛 你跌的这么深的情况之下 除非你是高档 这里就卖掉了 或是你去放空 那另当别论 这边还有持股 一路做上来的 难免这波的回调 对不对 会被波及到 我的策略很简单 接下来一定会谈 在谈的过程里面 我想我一些个股 一定会领先冲出来 这些冲出来的 我会先看哪个地方先获利 获利之后呢 有一些还没跟上的 我就来看 真的不行了 我要换 还是要换 有一些有机会的 会把赚的这些 再去补 加码 准备要上来这些股票 要双倍给他赚回来 所以给我一到两个礼拜时间 我想很多绩效 马上就会调整过来 你看一下哦 现在我跟各位讲的神盾 我请你在大跌过程里面做低接 对不对 今天神盾有没有涨上来 今天神盾 大盘跌了快1000点 我们的神盾 红的还在涨 对吧 所以我说这一种 在领先抗跌的情况之下 未来是最有机会 大幅度的上涨 他今天没有跌的原因在哪里 你也找不到 但是呢 我跟各位讲 就是有人在撑 那现阶段盘不好 他愿意去做一个撑盘 后面有什么利多 所以我说必有后福啊 这样我不知道你看远一点 资源 创高我没有卖 拉回过程里面 我一样看好 因为 另外他来讲的话 他的高速影像界面IP 现在是适用在工业机器人 就是用在智慧工厂 所以8月份他有题材 双红今天又拉回来 但是好消息是什么 投信已经开始重新回头买超 所以我讲最坏的情况 应该就在这个地方 不用过度悲观 好不好 大概就在这个大景线位置区 你不用过度悲观 这里整理整理之后 最后财报会说话 数字会说话 他就已经会上去的 双红上得去 立志回到了前面 我们看好的一个点位 我跟你讲 这里就是波段的 好的一个介入点 所以这个行情 下半年还很精彩 你一定要保持信心 你没有信心 没关系 来听我的演讲会 好不好 来听我的演讲会 甚至下个礼拜 有一档股票 我讲了 我要开始全力大反扑 这一档 下个礼拜 会有快钱 钱准备好 跟着我进场抢就对了 这个行情 下个礼拜 很多个股反攻的情况之下 我跟各位讲 很多股票 一下子 会有两成左右的空间 要不要赚 跟着来就对了 好不好 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 欢迎再回到节目现场 放假之前 我已经跟各位讲 我们的值得是先获利出场 这个获利出场至今呢 下个礼拜回来 我要准备进攻这档股票 当然呢 你有值得的 怎么办 我欢迎大家来找我 这边还有一个机会点 只是我要先做这一档 做完之后 看值得筹码 OK情况下 再把它买回来 好不好 但下个礼拜先注意这两股票 他会出现 非常大的反扑 下个礼拜进场 这边会有快钱 跟着我来 好不好 整体上来讲下半年的 整个股市的展望 不会那么差 这一次崩跌的机会 出现了 要好好把握住 绝佳的低阶买点 那整个演讲会的部分 在8月3号做播出 所以你要报名的 直接跟我们联络 先取得 顺序 好不好 序号的位置 那时间到 我们会把连结传送给大家 来登记就对了 好不好 祝各位 操作顺利 周末愉快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下个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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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礼拜